同学可能会在这有疑问 说真的可以对同一个名字来加多种错误吗 这种问题呢 你要自己动手试 比如说上面有一个add field error了 你再来一个add field error 同样的还是点名字叫name 他的error message呢 你自己定了 比如说这么来定 我说name is too long 名字太长了 弗拉基米尔乌里奇伊里昂诺夫 太长 其实真正的名字叫列宁 所以太长了 废话太多 不如直接写俩字 加进去了 加进去之后呢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眼这个直战的内容 你就知道它里面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了 来演示一下 内容 大家看看它是不是拿出来的啊 那下面为什么只拿出来一个 因为我们只是取了第一个 debug 再看errors name name is zero name is too long 是这样的一个对应吧 所以呢 你是完全可以用同一个名字对应多个值的 因为 在这个map里面 它的value是一个数组 其实说是数组 内部的实现 很有可能是一个集合 不一定是数组 当然我在这说是数组 主要是因为大家伙看着这个很像 中括号 但是站在 odnl表达式的角度 这个就不一定是数组 ok 所以里边是什么呢 得去读它的圆码 啊 这个 这这种 圆码的小细节 我并没有看过 所以先不管它 总而言之呢 你是用可以 可以用这样的内容呢 呃 同一个名字 可以对用多个值 然后呢 iPad把它取出来 随便咱们取 好了 把它消化讲 好